阿聂小谭 出什么事了 我 我刚刚明明把艾达纲一好的佛金 就放在这儿的 一转身就找不到了 是啊 我也看见他把东西就放在这儿了 怎么就没了呢 是不是谁拿错了 不会的 都问过了 谁都没拿 大家也在这儿找了半天了 你说这还真闲了门了 这我们所有人都在这儿 这食材也没有外人进出 这这这 这难不成这达佛金 还自己长腿跑了 守约 你看 小子姓白 横三 白三没别的本事 就是打架没怕过谁 以后 听后掌使温风 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我命佛金的事 恐怕屈崇玉很快就会知道了 你是说 是那只死孔雀派人把佛金盗走了 应该不会吧 刚刚我就在门口卸货 没看见有什么人进出啊 此人轻功了得 身手不凡 想避开你们的耳目 并不是什么难事 可我们应佛经又不犯律法 就算让他知道了又怎么样 让他知道了我们应佛经倒没什么 但是我怕 把琉璃给暴露了 都是我大意了 哎呀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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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适啊 这么着急 白三刚刚送来的 你看看 怎么了 仔细看 哦 字不错 词纸约是吗 一周麻纸 一周麻纸 安家竟然把一周麻纸都做成了佛金 我说当初我试探安三娘的时候 她说不必麻烦我原来早就有了法子 要处理这些纸啊 那不对呀 她要抄这么许多佛经 那需要大量人手 她出到西州 哪里找那么多人来帮她抄呢 而且这字 这字一看就是出自大家之手啊 你我都不一定写得出来 我都不一定写得出来 不是写的 你看我玩笑 这字不是写出来的 难道还是变出来的 硬的 伸手 就像这样 一张一张的 印的 印 那也不对呀 你印这么许多 那也挺费功夫的 而且这么多玉石 你上哪儿找见 不是玉石 是木头 如果用木头 一次做几千本的话 不仅能够比手抄节省时间 还可以重复利用 真是一本万利的好法子呀 看来这是小看这个配行家了 不过想出这法子的 却是那库笛琉璃 你是担心屈崇玉 知道这刁板的主意是我出的 恐怕这两日 他就会找理由来试探你 我若不让你出头 那摆明了是忌惮他对你不利 但我若让你出头的话 我又实在是放心不下 他难道会杀人灭口 还是不走 我本来会打托 我同时就会不走 你还是不走 你这门的这一段时间 就会再找我 我本来会打托 我本来会打托 你我会把那些课程 我看你 如果他会打托 我会打托 你不对你 我会打托 我会打托 你不过 我会打托 你不过 我本来会打托 你不过 你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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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必有所顾虑 即便我知道了制法 也绝对不会插手 西州佛经的生意 这样说 你总可放心了吧 司马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虎若再做推辞 确实有些不识抬举了 只是 想出这刁板印刷之术的 乃是社媚 如何制作 我确实并不知晓 那好吧 那便劳烦安当家 回去与库帝夫人好好商议 我就静候佳音了 答应他 这刁板之术真真是获利捷径 一百斤会不会太少啊 其实此事诀窍并不复杂 只是他们一时都没有想到夹写上来 我们用的木板都是夹写垫 先浸泡数月再彻底干燥的梨木 比寻常木料又坚韧得多 雕字时才不会出现裂纹断痕 母字也是写在夹写垫专用的博纸上 这样才能反面也清清楚楚地显出字迹来 这两条旁人一时想不到 难不成还一世都想不到 死孔雀那里能攻巧将甚多 迟早会想明白这两点 届时只怕一百斤都拿不到 只是如此一来 那屈冲玉肯定会要求大娘去她的工房 这岂不是中了她的算计 阿子不必忧心 即便她不要求我也会自己去的 这是为何啊 若不让她看个明白 又怎能令她消除窃心啊 那我这边与徐崇玉说去 夫人小心脚下 夫人这边请 劳烦夫人啦 司马不必客气 既然收了你百斤 琉璃即便嫌麻烦 也不得不来走这一遭 替司马去疑解惑 夫人的想法天马行空 我甚是佩服 只是有些细节还琢磨不投 望夫人不吝赐教 赐教不敢当 司马问的细致 这些问题我也不太明白 有劳大娘了 无妨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谁叫人家出手这么大方 夫人说这木板要浸泡数月 彻底瀝干之后方何使用 方才安汤家拿了一块儿 确实好用 不知为何呀 至于为何 我哪里能知道呀 夫人可是想敷衍我们呀 王明府这是什么意思呀 依安当家所言此刁板印刷之法 乃是库底夫人所想 那既然如此 库底夫人又怎会不知道制作公序 莫不是想出此法的另有其人呢 王明府的意思是说我不懂装懂 额你钱吗 居猛誓言了 居猛誓想 库底夫人虽是出身失禁 但如今贵为官眷 想来也不会用此瞎啊灿烂的手段 王明府想来最近是睡得太好 所以才会在此胡言乱语吧 这浸泡后的木板为何好运的道理 我确实不知 我只知道夹缬店的所有刻花木板 都需按照此方法处置一遍方可使用 否则在雕刻时便容易毛边 这是夹缬店人尽皆知的事情 至于各种道理 谁又会去在意呢 夹缬店 自然是夹缬店 司马莫是不知 我曾在夹缬店里做过画师 看惯了刻板染布 想到木刻雕板既能染布 多半也能印书 没想到一事之下果然如此 这次雕板所用便是夹缬店的木板 若不是司马相寻 我还不知道别的木板居然不成 没想到啊 司马这般大方 竟然肯出百金 来问这样一桩小事 就这样的租赛 怎么办 拿你了 不 没有 这个租赛 云我们有个男人 我还可以 为什么说 个男人 不想奉劣 你是不是 你不想奉劣 不会不会 花百斤看清楚夫人的本质 这钱花得太迟了 司马是在暗逢我浅薄无知吗 不敢不敢 夫人的想法天马行空 我得梦尘磨叽佩服 知道就好 还有什么要问的就赶紧问 这里的气味啊 着实难闻也嘈杂得紧 若是待久了 恐怕是会气闷 大娘平日里只是初出主意 不愿意看这些人干粗活 不如咱们叫两个工匠过来 直接演示给司马看如何 那太好了 夫人先回 我还有事就不送 好像谁喜欢待在这儿似的 走了 下三滥 下三滥 不气不气啊 婆夫 婆夫 不要气坏了身体啊 你看本来以后是个女的 能想出这套方法来 一定是材质过人 谁知道就是一个 夹心腾画画的 不过也好 以后就不用见她了 不过她的事情 对不起 不过也接着 放入冰箱